邁入第八年新北市市長杯三級棒球錦標賽 8號由市長侯友宜擔任打者 對決U18世界杯國手 由龍捲封左頭封號的林玉敏 進行開球儀式 為比賽揭開序幕 去年狂掃新北富邦杯 陽明山杯等多項大型賽事投手獎的林玉敏表示 首次受邀開球感到緊張 這是我打棒球到現在第一次開球 跟宣誓所以蠻緊張的 而且打者又是市長 所以就很開心能夠擔任這次開球 本屆賽事有少棒組 青少棒組 以及青棒木棒組和呂棒組 賽程6號一路進行到10月23號 市長杯提供各校球隊交流機會 提升比賽經驗 今年報名參賽隊伍 從17隊增加到34隊 跟首度邀請非代表隊性質的 高中棒球社團 且可男女混隊加入棒球競賽行列 翻轉棒球性別刻板印象 大家一起來讓男女平前的棒球選手 在我們的比賽中良性的競爭 讓我們的比賽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有棒球的魅力 市長侯佑儀表示 新北市內三級棒球蓬勃發展 目前有39支隊伍 少棒22隊 青少棒11隊 及青棒6隊 選手訓練成果有目共睹 多次在國內外棒球競賽中 拿下亮眼成績 成為有戰力的棒球城市 有次新聞 胡頌伯拉利亞 新北新莊 採訪報導